丑陋的虫师 天海市蟑螂巢的幕后黑手 终于出现了 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因为他的五官 已经失去了人类的模样 但是高天五等人都知道 他非常的危险 因为在他的周围 竟然有着几十头 两三米长的巨型蟑螂 这些东西 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遭遇过的 每一头蟑螂的假草 都泛着恶心的屎黄色 背后长着巨大的翅膀 小光人都有些呆滞了 这 这么大的蟑螂 得吃多少厨余垃圾啊 高天五沉生说道 虫师黑黑黑冷笑着 我还以为来的是张义呢 原来是小鳖三 那就全都死在这里 做宝贝们的肥料吧 他话音刚落 身边那几十头蟑螂猛的乐器 如同炮弹一般 朝着高天五等人就冲了过去 高天五怒吼一声 双手合十 浑身竟然泛起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下一瞬间 他的身体如同寺庙里的佛像一般 宝箱庄严 几乎都变成了佛像的金身之色 高天五八岁的时候 父母曾经带他去少师山里佛 当时一位高僧告诉过他的父母 他天生有佛缘 自此之后 他虽然未入佛门 却深信禅宗不移 佛宗 是一种能够深入人心的理念 信仰得力量 让他诞生异能之后 开始朝着佛的领域靠拢 一如他的能力 五方接地 正是源自于佛宗的护法神 金光接电 高天五魂身笼罩着金色的光芒 面对那些飞扑而来的怪物 纵身直接迎了上去 身后五门的兄弟们也没有松懈 怒吼着扣动扳机 用手中的步枪对他们进行射击 青蛙吹奏树敌的频率开始加快 虫族克星的力量 虽然无法完全压制住 这些变异的巨型蟑螂 却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让他们的行动力受到巨大的束缚 高天五仗着佛光护体 近身与那些巨型蟑螂厮杀到了一起 而小光更是直接 化身汽车之后 他轰隆隆发动油门 直接仗着皮操肉后 朝一头蟑螂撞击了过去 高天五的拳头 砸在一头蟑螂的身上 顿时将那头两米多高的蟑螂 击飞出去四五米远 在雪地当中翻滚了好几圈 但是这种生物的防御力 与生命力都太强了 很快便站起身来 抖动翅膀 再次朝高天五杀来 很快 他就被一大群蟑螂围困在了中间 高天五的脸上没有丝毫聚色 既然敢来对付这些蟑螂 他就早有准备 他从怀中掏出一瓶烈酒影下 然后张口喷出一道汹涌的火焰 魔科接地 波热静磨叶炎 虫子最为畏惧火焰 这是他们的天性 高天五的火焰一出 周围的蟑螂们顿时吓得后退开来 大哥 我来了 小光轰隆隆排放着尾气 然后冲到战场当中 他腾空飞了起来 后备箱自动打开 然后从里面掉下来十几个塑料桶 塑料桶掉落在坚硬的地上 啪 的一声直接就碎掉了 里面的汽油飞溅的到处都是 那些蟑螂不可避免地被建设到 高天五趁机释放出火焰 有权狠狠砸向地面 顿时一道火龙沿着汽油的痕迹 直奔那些蟑螂而去 呼 汹涌的火势骤然而起 一群蟑螂被大火所包裹 吓得失去了控制 畏惧火焰是他们的本能 一时间 几十头巨型蟑螂 竟然都不敢进攻高天五等人 反而选择了躲避 这一幕可把那名虫尸给气得够强 但毕竟是低等生物 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又能生 又没脑子 还具备强大的战斗能力吧 他目光一转 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表面上看高天五等人是战斗的主力 实际上对蟑螂潮影响最大的 还是那头青蛙 如果可以杀死他的话 蟑螂潮就不会受到影响 高天五等人也是必死无疑 虫尸张开嘴 发出了虫子的鸣叫 五六头巨型蟑螂得到命令之后 立刻飞扑向青蛙 青蛙健壮 不得不停止了吹奏 呱 虫子想要捕食青蛙吗 面对巨型蟑螂的进攻 他直接一个挺身迎了上去 那头蟑螂巨大的爪刃刺向青蛙 结果青蛙雪白的肚皮 不闪不避就撞了上去 非但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是那头蟑螂 被猛地弹飞出去几十米远 他吐出自己长长的舌头 如同长边一般甩动 舌头上附着的粘液 很快就将其他巨型蟑螂 粘连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蟑螂球 呱 青蛙只是不喜欢打架 但对付虫子 青蛙可是不会输的哟 青蛙拍打着自己的肚子 开心地笑道 青蛙是和平主义者 但并不代表他不强啊 真要是那样的话 他凭什么让高天舞 对他客客气气地 送上食物拉近关系呢 虫狮此时表情阴沉了下来 他已经感觉到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了 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 他只是一名虫狮 能力就是控制虫子 以及催动虫群进化 但是他自己可不能打呀 为了给天海市制造大麻烦 他选择了蟑螂作为兽体 然而没想到 会遇到青蛙这个克星 该死的 你们都给我死 虫狮大吼着 掏出一把刀来 然后缓缓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他骨瘦如柴 流出来的血 竟然是绿色的 身边的巨型蟑螂 闻到血腥味 迅速围了过来 虫狮把自己的血液 喂食给蟑螂之后 顿时 他们的眼睛里 都冒出了血光 滋滋 蟑螂们发出凶利的鸣叫声 高天五等人面色一沉 知道对方是要拼命了 来得好 就这么一鼓作气 拿下你们吧 张义对待身边的人 从来不会吝啬 尤其是 能够帮他做事的人 所以这一回 他给到高天五等人的武器装备 也十分充足 不仅仅是普通的武器弹药 还有专门对付蟑螂群的火焰喷射器 以及能造成大范围杀伤力的 特制手雷 五门的这些年轻人 汗不畏死 拿起武器就冲上去 跟那些变异蟑螂干了起来 青蛙叹了口气 青蛙不喜欢打架 不过这些大虫子 看样子好像很好吃 我就多吞点粮食等开春吧 呱 一场惨烈的大战之后 高天五兄弟众人 终于击杀了所有变异蟑螂 不过为此 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高天五浑身是血 身上有十几道被蟑螂砍伤的痕迹 甚至肩膀上 还被撕扯下了一块肉 小光被打得解除了汽车人的状态 躺在雪地上冻得嘴唇发紫 好在有青蛙的保护 才让它们没有被蟑螂群给吃掉 反观青蛙则是完好无损 那些巨型蟑螂看似很恐怖 但是在青蛙的眼睛里 不过是一些大号的虫子罢了 那名虫师失去了自己辛苦培育出来的巨型蟑螂 内心也知道自己今天是活不下去了 他的嘴里发出圣人的笑容 看来 这一次我的行动失败了 主人 是我无能 他举起手中的刀 狠狠刺向自己的胸口 就在这时 一发子弹贯穿了他干枯的手腕 阻止了他以肉身饲养蟑螂的最后一击 虚空之中 张义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他旁边跟着 穿着周可儿 以及黑色洛莉塔服饰的杨欣欣 杨欣欣的怀里抱着熟睡的花花 张 张义 虫师大惊失色 虽然他嘴上说得很吊 但是真见到张义 他连个屁都不是 穿着花花的毛发 在他的身后 一名六异天使缓缓浮现出 三对翅膀是三种不同的颜色 赤色代表爱欲 黑色代表憎恶 蓝色代表审判 御天使张公搭剑 取下一根赤色的羽毛 然后射进了虫尸的胸口 一瞬间 他那一心求死的眼神全然变了 温顺地如同一只绵羊 满眼痴迷地望着阳星星 张义让周可儿 先去给五门的人疗伤 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其实都看在眼睛里了 毕竟如今 天海市的卫星控制权 朱正早就给了他 这里地面上发生的任何动向 都在阳星星的把握之中 从一开始 这里发生战斗 张义就在看着 他没有着急出手 而是要看一看 高天舞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培养的价值 事实证明 他们的确够年轻 有狠近和拼近 对于目前人才凋零的天海市来说 的确是一股不错的新鲜血液 花花跳过去 一爪子直接按在虫尸的脑袋上 哄 他的身体直接被按进血地里 杨欣欣与张义走到他的跟前 杨欣欣开口询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在天海市捣乱 虫尸没有任何犹豫 就将真相合盘拖出 爱一个人 是要毫无保留的奉献 我叫拉查德 是一名古师 我的主人命令我来到这里 给张义制造麻烦 杨欣欣与张义对视了一眼 主人 看样子 这个虫尸 也只是一个小喽啰 而在他背后的 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你的主人 是谁 杨欣欣问道 虫尸缓缓说出了一个名字 当张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眼睛里满是错愕 是他 这个名字张义并不陌生 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那个人竟然还活着 而且会来到天海市报复他 张义皱着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他实在想不到 那个人为什么会回来 又凭什么敢跟他作断 带回去 好好审问 把他嘴里每一个有用的情报 都掏出来 张义淡淡地说道 花花的体型瞬间变大 略有些嫌弃地 把虫尸叼起来 这个家伙 一身的味道 让人作呕 张义转过身去见高天舞等人 他们此时受伤颇为严重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在这种天气 一定会很快死掉 不过见到张义来了 他们仍然是强撑着 等待张义过来 与他们说些什么 张义看着这群 目光坚毅的年轻人 点了点头 这次 你们做得不错 我会把你们治好 然后给你们丰厚的奖赏 高天舞却摇了摇头 我们不要奖赏 张义挑了挑眉 似笑非笑 不要奖赏 那就是嫌弃我给我的不够多了 如果一个人 说他什么都不要 绝对是因为他想要的更多 高天舞也不否认 非常坦诚地说道 张先生 我们兄弟几人想要跟着您 张义吃笑了一声 跟着我 你们 对 我们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你们的实力还太差了 跟着我也没什么作用 不过看在你们这么尽心尽力 做事的份上 我倒是可以给你们 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至于以后 那就看你们表现了 张义虽然没有明说 但话语当中的意思 已经是愿意让高天舞等人 跟着他了 不过言外之意 则是你们将来能否再进一步 在天海市取得更高的位置 还要看你们后续的表现 高天舞兄弟几人 满脸激动 是 多谢老大 张义摆了摆手 别叫我老大 以后还是叫我张先生吧 老大这个称号 怎么听着 都像是混社会的 我可是斯文人 读春秋的 不管怎么说 张义同意接收他们几人 对高天舞等人来说 都是好事 张义打算把他们安排到 朝雨基地 毕竟那里是沿海 如今是天海市 最重要的防卫基地 但实力也是三大基地当中 最为薄弱的 不过对于青蛙 张义却明显感兴趣得多 这场战斗 他从头到尾都在观察 青蛙的实力明显很强 却总有一种偷懒的感觉 呱 既然这里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我也打算回去了 小五 以后有时间 欢迎过来找我 青蛙拍着自己 雪白的肚皮 笑嘻嘻地说道 高天舞愣了一下 你还打算回去吗 留在大城市不好吗 我们可以一起 闯荡出一番事业来 青蛙摇了摇头 不不不 相比起在这个 我更喜欢在池塘里面打滚 池塘里面的鱼虾和泥丘都冻上了 这可省了 我找食物的功夫 咕咕刮 他 总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蹦蹦跳跳地格外讨喜 张义笑着说道 你待的那片池塘太小了 我家门前有一条路江 要不然 你去那里怎么样 那里可是有很多鱼的 当然 泥丘也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